臉上沒有寫字啊 臉上沒有寫說我吃有機 我不吃嘛 你不知道嘛 所以鼠沒有用啊 他說我們開有機店怎麼開 很簡單 看現在的哪一家有機店 因為剛開始已經有一間很認真 那個什麼受了法師的感召 要做慈悲的事情 然後很認真就開始開了有機店 然後很認真做生意好不容易 無用的以後做起來 他就開在他隔壁或者對面 因為會常去買的人都在這裡嘛 你做市場調查沒有用啊 他們的做法是跟他互進 然後賣的給他便宜 發行什麼八折卡 七折卡 然後賣的給他便宜 給他好 他說我們的策略就是這樣啊 有沒有犯罪 沒有啊 市場經濟就是這樣 咱們有沒有犯罪 如果你是學EMBA 你也是這樣教啊 你這個市場調查 你沒有要知道市場調查 就開在生意很好有機店旁邊啊 拿錢跟你拼啊 拿錢對賭啊 你能撐多久 我撐到你倒 到公司就這樣玩啊 你跟他搶的地方啊 他一點錯法 一點錯都沒有啊 你說啊 我們小怎麼辦 小怎麼辦 到大公司去上班女心社 然後怎樣 為苦作倉啊 不知道 怎麼辦 你說要想啊 你不能等到 等到真的進來了 你才開始想說怎麼辦 那時候這個叫什麼 這叫靈可 然後開始絕景 所以大家 為什麼要拿錢啊 那時候頭髮掉了 今天大公司會不會進來 不知道 但是一定不能用大公司的玩法 去玩市集 去經營市集 所以市集不能只有一個 是社區的有精彩市場 市集必須很認真的 想辦法形成一種互助互惠的社群 什麼意思 錢砸不死的 錢砸不到的 人跟人的關係 錢可以買人跟人的關係嗎 買不到啊 錢可以買信任嗎 買不到啊 必須用肯 一定的努力跟一定的資源 去建立起這個社群的物性 跟信任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大公司進來 真的就準備再見了 因為如果市集是值得做的 那他就必須防止大公司進來 你該怎麼辦 如果市集是不值得做的 那今天就收了 所以你經營市集那時候是兩難啊 如果市集是不值得做 今天就要收了嘛 你何苦帶著這群農友 跟他拖個三、四年 然後才說對不起 我們真的經營不下去了 何苦呢 那如果市集真的做得下去了 然後做得很好很漂亮 然後大公司進來 所以我們花時間 開始經營信任 經營社群 所以我想說從市集 慢慢慢慢的往美好生活中 那我想待會我們就休息一下 我們中間休息了十分鐘 我想今天分享的前半段 是在講農業的最基本的核心的一些 然後為什麼從市集開始 然後接著我們就後半段 美好生活 什麼是美好生活 在這個基礎之下 在我剛剛跟各位分享的核心 在看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我想我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 就是 其實我的成長背景是一個商人 我成長背景是個商人 所以呢 我大概知道商人在想什麼 那我現在當然在做的 比較是屬於公共的事情 環境 對環境 對於所謂的社會 比較屬於公共的事情 如果我們硬要說 就是 所以 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語言 商人在講的是什麼 利潤 商人在講的是公司的運作 那這邊在講的是什麼 公義、正義 這個 那個所謂的關鍵字都不一樣 那所以呢 我即使是 想要讓這一個 能夠在這裏活得很好 公共利益的事情 社會利益的事情 在今天的資本主義 它可以發得很好 也可以活得很有尊嚴 也可以賺得到錢 可以做得下 這個 我們就下半場 我們來分享這個部分 我講的大部分是故事 那我們就先休息 我們先休息 我們先休息 那那個就交給翠涵好嗎 現在幾點了 就可以三點十五點 好 沒關係 就還是休息一下好了 好 大家上個洗手間喝個水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就差不多就回來 好 交給翠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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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那之前 我想 各位可以休息之後 可以先看一點點故事 這個叫咖啡部落 部落的意思是什麼 我稍微解釋一下 就是 一群人要一起工作 大概有兩種我們熟悉的形式 一群人要一起工作 一個熟悉的形式叫公司 公司就是一群人一起工作 另外一個形式是叫做社團 就是社團 那公司基本上存在是為了 為股東募取最大的利潤 那社團是因為大家共同的興趣 社團不太能夠彈錢 社團不太能夠彈錢 尤其彈錢有時候會翻臉 因為很多在公司工作 已經都覺得 公司裡面實在是沒什麼意思 只是為了我們東募則要 他竟然有個熱情 在這個社團裡面 然後你說社團要賺錢 他真的翻臉 他會覺得說 真的是污蔑我的熱情 好啦 這個哲學了 部落 部落的這一群 是因為像 這個部分跟社團很像 是因為共同的熱情 跟共同的興趣 所以部落成立 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賺錢 是為了部落 公司就是賺錢 公司就是賺錢 公司講其他的 很難 因為賺錢 是一個無止盡的欲望 當你公司賺了十萬 當我公司開始賺一百萬以後 我就要做公益 很難 賺到一百萬以後 他想要賺兩百萬 當他想說我賺到兩百萬以後 我就要怎樣 他可能會覺得兩百萬 還不夠安全 要賺到一千萬 其實賺錢真的是一個很大的 不容易克制的欲望 那部落是因為一群人 共同的興趣 共同的理念 然後呢 不是為了賺錢 但是賺錢是為了部落 那咖啡部落這群人呢 如果上個禮拜呢 你有來聽吳子玉的演講 他們在推廣的是一個 叫雨淋咖啡 那就是怎麼樣喝 推廣他們熱愛的咖啡 同時又可以照顧到雨淋 那這個 上一次吳子玉大概講了兩個多鐘 我今天可能連兩分鐘都沒有 都不可能去講這個議題 那這裡面就是 咖啡部落的夥伴們 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那這裡面有幾個大標 一個標題 一個標題是 信任可以當飯吃 其中一個標題是 信任可以當飯吃 我們剛剛不是在講說信任嗎 還有 放 就是 放心的挑戰自我 踏實群目 這裡面在講一群 咖啡部落人的故事 因為我們在談的 待會兒會在談的是 一個美好生活 你能夠 剛剛提到說 想要開個民宿 好 你要擔哪裏 你能夠開個民宿嗎 可以啊 還是說 可能有一個部落 那這件事情 背後的意義 有什麼 所以這是 我們會有幾份 咖啡部落 我帶來的 各位 待會看一下 另外一個是 社區 豆腐方 那 都是 我剛提的 因為共同的興趣 跟共同的 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又能夠在 今天的商業時代 資本主義 活下來 所以我準備了 社區豆腐方 咖啡部落 那 當然社區豆腐方 這裏面 講的 只有一點點而已 但只能看到一下 就是說 怎麼樣 可以做一件 有熱情又有意義的事情 又可以賺錢活下來 好 大家我們就休息十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